OABC为坐标平面上的一个平行四边形 其中O为原点 M呢是OA的中点 而且OM效量是21 OC效量呢是-43 是求B点的坐标 所以呢我们可以做一个直角坐标系 好 O点是原点 M是OA的中点 而且OM是21 所以我们可以先画出M点 所以O到M这边呢是不是就是21 但是M是OA的中点 所以我们可以把OM再延伸 就可以到达A点 而我们也知道A点呢就是42 好接着OC呢是-43 -43 然后3 这一点呢是C点 好 O O A B C 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预测说 我们的B点会在这附近 好那我们呢把它连起来 哦 B点画得太过去了 好那我们把B点画回来一点 好因为这个是猜测的 好 所以我们大概画一个平行四边形 好这是我们的B点左右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平行四边形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向量 O A向量是多少 42 好那因为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所以O A向量会等于什么向量 会等于C B向量 好会等于C B向量 那C点呢是-43 好那B点呢 B点就是我们假设 它是XY 好 C B向量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B点的坐标 减掉C点的坐标 所以X减掉-4 就是X加4 再来Y呢 减掉3 好这个C B向量 要等于我们的O A向量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X加4等于4 所以X等于0 再来Y减3等于2 所以Y的部分呢 就等于5 所以我们B点的坐标 就是05 好那这边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图画的不是很准确 所以B点呢 应该是会在Y轴上 好那如果同学可以仔细的画的话 答案应该是会在Y轴上的 3 4 15 感谢观看